好 我们来看中国的消息 周一晚上的中国天津一家存放酒精原料的仓库起火并且发生爆炸 随后天津政府新闻办这个新闻办的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 据称起火的时候仓库储存了用于生产塑料和乙酸的3000公升的酒精和1000公斤的乙酸 天津政府表示据调查该起火仓库属于一家在河北注册的当地的公司 属于非法租密 所幸此次事故并没有对附近居民和环境造成隐患